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什么 向青松死在你们日本人的监狱里了 他死了 我们只能把目标转移到 向斌李的头上来 明白 向斌李这小子 应该比他爹好对付 小别三一个 我早就想收拾她 她不是你女儿的 未婚妇吗 你之前 不应该很喜欢她 对吧 山口先生 您误会了 那个是 孩子小的时候 说着玩啊 主要是因为 我跟向家 生意上有来往了 现在这小子 居然敢跟 大日本皇军作对 明完不化呀 山口先生 您等等 您先别挂电话 车就停在路上 在日料店旁边的街上 司机死了 三叔不见了 姨娘 小婶 出事了 一定是出事了 姨娘 怎么办 快点想办法呀 想办法怎么办呀 别着急 小婶 听我把话说完 我还到附近 打听了一下 附近的杂货 不兄弟说看到了 说有两辆车 把三叔的车 给别在哪了 夏来人 把三叔带走了 说的是日本话 什么呀 我就知道 是日本人干的 快点想办法呀 姨娘 小婶 没事啊 别着急 我们想办法 可哟 现在 杉晴孙死了 你怎么会脱却 但是现在 杉晴离 仍然没有 您的意思是隠着吗 什么时候隠着呢 你怎么会脱却 你怎么会脱却 因此 让你带到这个面会 快点赞 Chamene 是人家的心情 为友人和家 为父母 在那时 买到机械 那时 让你服务 让我们再来 报告 刚才有电话 我们在找各家 越是现在这个时候 咱们越不能着急 老爷被抓的这个事情 只要日本人没有对外宣布 咱们千万不能对外声唱 我在通知上海的各个商号 好 这段时间先暂时停业 也是能这样了 这样 我把义勇队分成两队 一队在法租界里头守卫咱场子 另一队调到家里来守着 咱们在法租界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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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个时候 就怕日本人再给咱们玩音的 王阿姨 靳雯 这么晚了你怎么过来了 外面那么危险 向伯伯 他 老爷他怎么了 向伯伯 他死在日本人的监狱里了 你说啥 这事你可别瞎说啊 你可哪儿听的 我 我听我爸 跟日本人打电话的时候讲的 我要去找老爷 我要去找 老爷 小婶 胡阿姨 小婶 来人 来人 你要挺住我 小婶 快 快 赴太刀回房间 胡阿姨 这该死的是犯人 我到晚找他们报仇 赶紧去给兵力打电话 让他赶紧回来 兵力去哪儿了 去山口日料店了 山口日料店 坏了 到底怎么了 便利有危险 义雄 你就别卖棺子了 我心急如焚呢 你看 我求你的事究竟怎么样了 我已经给 军方那边打电话了 他们说 他们的确是 请去了向先生 那是请啊 那就是绑架好不好 我家司机都被他打死了 锦荣 这 义雄 你别见过呀 但我希望你能理解 你们日本人凭什么抓我爹 他们说因为 你们药厂的工人 去参加抵抗日本海军陆战队的战斗了 那 那即便有跟我爹也无关呢 可你父亲是 你们药厂的负责人啊 现在是我负责 有什么事让他们冲我来啊 兵力 我已经打听好了 你父亲 很快就可以放出来的 不过 什么时候放出来 取决于你 取决于我 谁要把这个欠了 你父亲就可以出来了 要把我们项家的药房转让给你们日本人 要把我们项家的药房转让给你们日本人 这已经是我努力的结果了 刚且你父亲也同意了 兵力 钱财是神外之物 如果换作是我 我还不容易地签字救我父亲啊 那这上面为什么没有我父亲的现名 因为他也说了 现在负责人是你 兵力 别再犹豫了 现在你父亲关在监狱里面 我怕时间久了 军方反悔了 上面写得很清楚 是有赔偿的 你可以拿着这笔钱 重新开个药房 而且他们还同意 你还可以做董事长 少爷 这不能签啊 这真的不能签啊 少爷 松手 少爷 这 我现在接着就去打电话通知他们 解释什么意思 这是什么意思 医兄 我了解我父亲 他誓死都不会把我们家药房 转让给你们日本人的 除非是你在骗我 要不然就是你的朋友们在骗我 兵力 我们这么多年的朋友 你欢迎我 我们这么多年朋友 这就是你协商的结果 你协商的结果 没办法 我已经费了很大的工夫 才整去来的 那好 如果你为难的话 那你带我去见他们 我去跟他们说 但无论如何 这个 我绝不论如何 我绝不论 果然是父子啊 做事的方式都一样 什么意思 如果你今天不签字的话 那结果 你跟你父亲一样 我父亲怎么了 来 少爷 少爷 兵力 你刚才是的 不仅仅是救你父亲的一线机会 也是 我们参存的一点点友谊 我一直以为你跟别的日文人不一样 我一直以为你是我的朋友 我一直以为 你跟我有七年的友谊 原来你跟他们一样一举之后 别动 今天 你签也得签 不是签 也得签 少爷 快走 快 后面 走 走啊 愣着干啥 少爷 快走 山口君 山口君 你 这么晚了 拎着行李要去哪儿啊 我要离开这个家 是要跟那个相兵礼去私奔吗 我只是想离开这个家 离开你 我说你这又是抽得什么疯啊 我之前 我之前只是觉得你做生意的时候 贪图利益 并不会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但是现在 你为了钱 竟然给日本人当走狗 相伯伯已经被日本人给害死了 你竟然还要害兵礼 亏相伯伯一家 还把你当成是好朋友 你简直骑兽都不如 放肆 生意场上的事你懂吗 那也是你死我活 我还不是为了你 为了这个家 你真是个白眼狼啊 你搞清楚 你姓方不姓香 为了我 别把你贪图富贵 简历忘义的理由强加给我 从此以后 你是你 我是我 如果有选择 我宁愿不姓方 你 小姐 你们干什么 给我让开 把小姐送进房间 门锁起来 是 小姐请吧 方世元 你不能这样 方世元 你真可惜 真可惜 我真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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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可惜 姨娘 别哭了 再这么哭下去 您一定会苦坏身子的 为什么呀 我相信爹在天上 一定还在看着我们 他不希望您这样 为什么呀 那么好的一个人 为什么好人命都断了 如果老天爷非要收走 你看 带我走 带我走 姨娘 您不能这么说 我想爹他在天有灵 也不希望看到您这样 爹 您放心吧 套励俺家 一定会好好保佑我们 保佑咱们全家 他在天上看着 看着我们把日本人 赶出我们的国家 冰历哥 戒爱顺便吧 戒爱 我这边都有 陈欣跟手下的兄弟大好招呼了 如果你想报仇 我们随时听候您的差请 顾先生也肯敬老爷子 也答应帮忙 冰历哥 节哀 静雯呢 他怎么还没来 我也不知道啊 来之前给他们家打过电话了 方伯伯说 他已经回苏北老家了 回苏北老家了 对 怎么不跟我打上招呼 少爷 世人到了 开始吧 诸位 仪式开始 家父 向清松 自孝礼 人武年三月初九 生于吉林滨江府 一腔热血 半生戎马 后阴商被迫退伍 出于生计 在 我看到今天来的 都是我们向家的至爱亲朋 家父的生平 无许我在这里多言 他老人家是怎么走的 相信大家也有所耳闻 家父一生爱国 在家 他是个慈父 为父 他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 可今天 他老人家走了 是被日本人 被日本人 被日本人 逼死的 因为日本人 要侵占我向家的财产 要夺取我中国的土地 今天我在家父的灵堂前发誓 日本人跟我有家仇国恨 这个仇 我向兵里一定报 我请亲朋们 给我做个见证 拜托了 出口 drops 之客家 出口 出口 他 vou такую 出口 出口 不 Vamp chegar 来 姨娘 快 送太太下去休息 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十九陆军的长官 王副官 是我在东北讲武堂的校友 多谢王副官 真没想到 把您也惊动来了 是我们长官主动提出派我 代表我们十九陆军 向你们维问的 向先生的大名 我们长官早有耳闻 你们父子两个 为抗日做出的贡献 我们都很钦佩 我们现在在跟日本人打仗 长官们不方便过来 就派我 代表我们十九陆军的全体将士 宋老先生一程 我们长官说了 你这笔债 我们迟早会帮你们 向日本人讨回来的 谢谢了 不过请王副官 回去向贵部的长官转大 嗯 就说 这是我相家的私仇 复仇此报 这个仇 我一定要亲自找日本人偿还 其实我这次来 还有一件事 想请您帮忙 请我帮忙 好 兄弟们都准备好了 随时能动手报仇 我决定了 报仇的事先放一放 哥 你说啥呢 我三叔尸骨未寒 这仇不报了 仇当然要报 不过 我想好了 如果现在就去报仇 以我们的实力 跟日本人去报仇 只能白白地把大家的命送上去 而且 眼下有更重要的事情 要我们去办 什么事情 能比为老爷报仇更重要啊 支援十九路军 我同意少爷的决定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况且 以我们现在的力量 根本不是日本人的对手 就连找谁报仇 我们都不知道 少爷 这事还得从长计议 十九路军 为了保卫我们上海 前线将士 浴血奋缠 伤亡惨重 而且急仰也补充不上去 所有的补给路线 都被日军的空军控制了 眼下 他们只能指望我们上海了 我已经知会了 我们上海所有的分号 把能调集的疗伤药 都集中起来 送到前线去 去支援我们的将士 这样 顾先生这边 也受杜先生的委托 筹集了一批抗日物资 到时候咱们一块 把这批物资 给十九路军送过去 那更好了 只是眼下为难的事 十九路军的将士 尚亡惨重啊 而且前线的战事又紧张 根本就抽不出人手来 所以 这次保卫物资 和运送药品的任务 就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这大半个上海都在打仗 想靠我们自己把药弄出去 这比登天还难 日军占领了半个上海 无论我们走哪条道 都得经过日战区 少爷 咱们家一勇队 能上战场的 也就十几个人了 我这边召集兄弟 也只能召集十几个 我有个办法 卖报 卖报 上海商会会长 医药剑巨子 相亲送奔日本人害死 小姐 要分报纸吗 不要 谢谢啊 想轻松死在监狱里 亲家方氏员解除婚约 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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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给 给我分报纸 卖报 卖报 想轻松死在监狱里 亲家方氏员解除婚约 卖报 卖报 想轻松死在监狱里 我打电话过来 你们家下人告诉我 你们小姐已经回老家了 是吗 那是我们老爷故意让下人这么说的 不然我也觉得奇怪 怎么就无缘无故解除婚约了呢 正好我就过来看看 要不是我过来 就要出大事了 顾小姐 你来的正是时候 老爷今天正好不在 你们快点 我现在下去给你们盯着 行 谢谢你啊 静雯 静雯 我是孤英啊 静雯 你在吗 我是孤英啊 孤英 静雯 孤英 你怎么来了 我被锁污里了 锁污里了 你怎么会被锁污里了呢 静雯 昨天你没参加向伯伯的葬礼 我就担心过来看你 你爸登报说了 说你和宾里解除婚约了 怎么回事啊 静雯 我要离开这个家 跟我爸断绝妇女关系 我爸就给我锁污里了 你刚才说什么 我爸登报 说我跟宾里解除婚约 对 我把报纸也带来了 你看看静雯 孤英 孤英 你赶紧去找宾里 你跟他说这不是真的 这都是我爸搞的鬼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静雯 静雯你放心啊 我 我一定会帮你的 你放心 静雯 我还想问你呢 一雄呢 一雄去哪儿了 我昨天去酒屋了 没有找到他 我特别担心他 一雄 他 他中枪了 他怎么中枪了呀 怎么会中枪的 静雯 一雄 他是日本特务 他这么多年跟咱们交往 完全是在欺骗咱们 我知道你喜欢他 但我劝你 还是忘了他吧 怎么会呢 静雯 他一直都很帮咱们呀 他怎么会是个特务呢 我不相信 是真的 我轻而听到他跟我爸打电话 商量怎么害兵里 你还记得 有一次 咱们在他的日料店 看见他和我爸 还有日本商会的人一起吃饭吧 你们老板呢 我们老板再见贵客 抱歉 啊 现在想想 可能那个时候 他们就在商量什么坏事 顾鹰 你一定要远离他呀 这 这没有道理啊 为什么呀 这个方小姐 平时看着挺温柔贤惠的 真没想到是这种人 一看我们老东家走了 就急忙解除婚约 不要瞎说好不好 我觉得方小姐她 不是这样的人呢 这报纸上的生命 还有错吗 哎 静蓉 磨蹭什么呢 快走啊 拿的什么呀这是 没 没什么呀 藏的什么呀 是为什么 给我 什么 方静雯要跟你解除婚约 这 哥 少爷 出发吧 都等着他 赶紧的 都出发吧 出发 都走快点 你 忍住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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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车 干吗呀 敢杀救人 不能下去 咱们下去之后就暴露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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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英府 你在池上待着 没事的 没事的 我去英府 这里是不错的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找个会说中文和英文的人来说 你好 经文 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美国亨德里公司的车队 我们要用一批货物去仓库 这是我们的通行证 和我们的出货单 你看一下 车上装的什么东西 都是咖啡和奶粉 全部下车 我们要监察 要监察什么 今天也是咖啡和奶粉 监察一下也无妨 你怕什么呢 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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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驾 看着了吗 喝准加水的咖啡 下去 快点 走 下去 快点 好嘞 快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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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上车 快 快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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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上 上 救命 灵云 再不出温少侠 大伙都走不了了 知道了 你放心 杨虎 杨虎 木凯 赶快上车 把重要的东西军出去 好 水根 上车 好 上车 上车 这是年后人跟日本人打起来的 好像是相兵礼 相兵礼 大帅带人在街道跟日本人打仗 这可是头顶性的 赶紧拍下来 快 我们要对这种爱狗的抗扰行为 好好的宣传宣传 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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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快 上车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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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车 快 快 快 哥 你干啥呢 上车 快 上车 小心点啊 这里都是药品 来 大家动作快一点 谢谢你们极时支援我们的药品和物资 我代表我们十九陆军的全体官兵 谢谢你们 这么客气干嘛 汪副官 这但凡是个中国人 他都会这么做的 你说你们在前面跟日本人打仗 保护我们 这边这么点东西算什么呀 以后要缺什么尽管开口 多谢了 那我们先告辞了 后会有期 出发 可算是大功告成了 志根 一会儿跟这把兄弟去趟码头 你先回去吧 好 等等 记住 回去的时候千万小心点 尽量地避开日本人 放心吧 郭先生 那我先走了 好 快点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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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你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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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我什么不滴测 你的车被镇用来 给我老老师 湿烈烈开 connection 各种 下车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